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他们最初遇到克里斯汀的时候 小家伙就是这个样子 克里斯汀活泼好动还特别爱撒娇 给哥俩的生活带来了不少乐趣 可他们没想到的是 这只又萌又乖的小猫 有朝一日竟然会变成接下来那样一个大家伙 画面中高个子金发的就是艾斯 综发的是约翰 一只健壮的雄狮 见到哥俩后 像久别重逢的老友般 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没想到 这只狮子竟然就是两人当年养在家具店的小家伙 这种人与动物间跨越物种的爱 曾让无数人感动落泪 这段视频曾在2008年风靡全球 估计电视机前不少朋友都看过 但事实上这段视频拍摄于1971年 或许您会感到好奇 片中的感人一幕究竟为什么会发生 艾斯和约翰又经历了什么 那只狮子后来又怎么样了呢 今天我们就来讲讲这感人一幕背后 经历的种种快乐与心酸 首先让我们回到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伦敦 六十年代的伦敦 纵容个性的时代 信奉的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找乐子寻刺激才是正经事 迷你裙 喇叭哭 花衬衫成了最时髦的打扮 满大街的跑车 高档餐厅 世界各地多少年轻人的愿望就是 去伦敦开黑眼 沾染点时尚的气息 而这其中也包括两个澳大利亚年轻人 艾斯伯克和约翰兰道尔 一对来自澳大利亚小城的好朋友 大学相识 毕业后又工作在一起 形影不离 可大约是少不惊事 两人换了不少工作 哪样都做不成 当时的澳大利亚还是个大乡村 生活平淡 中规中矩 两个不甘寂寞 渴望刺激的年轻人 实在向往着外面的世界 1969年年初 艾斯和约翰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离开澳洲 去伦敦 为了早日摆脱土气 成为伦敦朝人 哥俩在造型上狠下了一番功夫 长发留起来 花衬衫 蜡褲也穿起来 可是外在美算不上真的美 为了由内而外的散发洋气 艾斯和约翰寻摸着 找到了位于切尔西区的国王路 这可是整个伦敦的时尚命脉 为了能在国王路待下来 两人来到街角一间古董家具店 找了份店员的工作 白天在一楼上班 晚上住在二楼的临时公寓里 去过伦敦的人都知道 大笨中伦敦谈 这都是出到伦敦的必去圣地 而这哥俩的第一站 可完完全全让人大跌眼镜 说出来甚至有点好笑 就是这 哈罗德百货商场 两个大男人从澳大利亚 折腾到伦敦 难道就是为了逛商场 其实倒也不全是 因为他们听说 哈罗德百货当到了神秘新货 究竟是什么新货 能让两人如此兴奋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份珍贵的档案 这是当时 哈罗德百货商场的一张宣传单 1969年的圣诞节前夕 很多路过商场的人 都会接到这样的一张传单 上面也这样写道 想过买只宠物 当作圣诞节礼物吗 哈罗德动物园的买手 能给您建议 而请注意旁边的配图 两只小狮子 想不到吧 这两只小狮子 就是令艾斯和约翰 神往不已的新货 先且不说这哥俩 怎么会突发心想的 想要买狮子 问题是这个哈罗德商场 居然在买狮子 这有点太不可思议了吧 更不可思议的 还在后头呢 曾经艾斯和约翰的一个朋友 向他们说起自己在伦敦 哈罗德百货的一个趣事 为了测试那是不是真的什么都有 这个朋友提出说想买只骆驼 没想到 导购连眼睛都没抬就问他 你想要一个驼峰的 还是两个驼峰的骆驼 而除了骆驼 豹子 黑熊 也是哈罗德百货的热销商品 货源大多来自全英各地的动物园 这次的两只小狮子也是如此 由于刚出生就赶上了旅游淡季 为了减少开支 动物园果断地将它们卖给了商场 真心猛兽 竟然可以当作一般宠物 随意买卖 甚至公开出售 如今看来 根本是无法想象的事 可在六十年代的伦敦 这并没什么稀奇的 买个猛兽当宠物 拴上绳 带出戏溜溜 多拉风啊 本着这个想法 走进商场后 艾斯和约翰直奔二楼 在那 他们第一次见到了两只活招牌 两个人两只狮子 对视了那么几秒之后 哥俩做了一个决定 卖下其中那只小宫石 如此冲动 谁知道是不是魔鬼使然呢 多年后 回忆起当时的决定 哥俩是这么解释 这恐怕就是传说中的心灵相通吧 但跟一般的宠物不同 狮子 闹不好可是会吃人的 艾斯和约翰如此执着地要买狮子 难道就没有什么别的原因吗 尽管国王路的气息深深影响着哥俩 但有句话叫 穿上龙袍也不像太子 艾斯和约翰只要张子 那一口浓浓的澳大利亚焦虚口音 实在没少惹人笑话 哥俩于是憋着口气 一定要找机会 做件让人刮目相看的事 不过 您大概要问了 这买狮子 总不会像买猫狗那么容易吧 那是当然 商场对此有着严格的审核制度 顾客需要提交材料 证明三件事 一 狮子有足够的居住空间 二 狮子有足够的活动玩耍空间 三 狮子能得到良好的照顾 只有证明齐全 才能做成这一桩买卖 如果真是这样 狮子被买走后 生活得应该不错 可实际情况呢 我们再来看几张照片 渴了 小家伙会去马桶找水喝 累了就窝在桌子下面 无聊了 就叼着家里的扫把 袜子玩玩 这条件 实在是和审核标准 差太远了吧 哥俩到底是怎么通过 明星狮子地位全无 烫兽山芋最终找到买家 为防后患 小狮仔必须赶紧出手 好景不长 狮子突然必须离开 猛兽又将去向何方 档案正在揭秘 1969年12月14日晚 哈鲁德商场 刚刚打烊不久 提供异兽部的管理员 去上了个厕所 回来一看 这一身的冷汗就被吓出来了 装狮子的笼子 居然空了 顺着动静 管理员在地毯部发现了两个小家伙 可他还是晚了一步 地毯部已经乱成了一团 地上到处是丝成块的碎片 最贵的一块羊皮地毯就叼在了小姑师的嘴里呢 这下商场可急了 这哪是狮子呀 简直就是祖宗嘛 为防后患 小狮仔必须赶紧出手 然而 让商场失望的是 慕名前来的顾客 大多只为一堵狮仔的真容 除了艾斯和约翰 再没人提出把他们买回去 地毯事件已发生 两只狮子再不是商场的明星 那些所谓严格的审核制度 很快就变得形同虚设 意外发生的第二天 艾斯和约翰花光积蓄 以250英镑的价格 买走了心仪的小公司 由于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地方 在艾斯和约翰的恳求下 家具店老板同意 让狮仔先住进地下室 约翰和艾斯也能边工作边照顾他 住的地方解决了 至于活动场所 附近教堂的牧师主动找到他们 表示教堂后面有个大花园 欢迎他们带着狮仔来这儿活动 一切安排妥当 是时候秀一秀了 艾斯哥俩先去给狮仔 起了个洋气的名字 克里斯丁 然后开始了自己的大计划 艾斯和约翰开着借来的 敞篷奔驰跑车 潇洒的兜风 或是大大方方地牵着他 去高级美容院 做个帅气的造型 克里斯丁甚至亲自到银行 指挥工作人员开了个人账户 如果说当初两人想借狮子 在国王路火一把 那么他们的确是成功了 只要是带着克里斯丁 每次出现 艾斯和约翰总会引起围观 此时此刻 整个国王路都在议论 家居店那两个澳大利亚人 养了只狮子 这还不够 艾斯和约翰 开始频繁 在克里斯丁 参加杂志拍摄 这只 三百六十度 无死角的萌物 成了杂志圈 小有名气的模特 之后 更是积极进军 广播界和电视界 克里斯丁的出现 确实给艾斯和约翰 带来了不少名气 但很快 两人意识到所谓名气 不过是些过眼云烟 实实在在的是 克里斯丁为两人平淡的生活 增添了不少惊喜和乐趣 克里斯丁贪玩 最喜欢在家居店 和哥俩玩捉迷藏 或是站在楼梯上 从背后突袭对方 他还很人人 尤其喜欢小孩和美女 为了让别人摸摸他 能撒上半天脚 艾斯科俩和克里斯丁之间的关系 越发亲密 彼此充分信任着对方 很快 克里斯丁的一个动作 让哥俩乐开了花 和猫科家族的其他动物不同 狮子这种群居动物乐于社交 族群内部成员间非常亲密 他们通常用碰头来表达喜爱之情 渐渐的 艾斯和约翰发现 克里斯丁总是试图站立 扒在他们身上 然后使劲往上勾 看上去就像是拥抱一般 后来他们才明白 原来克里斯丁已经把这哥俩 当成一个族群的自己人了 而没过多久 更大的惊喜来了 克里斯丁对拥抱上瘾了 在家和艾斯哥俩抱 到教堂花园玩球时和牧师抱 到别人家做客时 都能和刚认识的女主人抱在一起 但没有亲人 朋友不多的异乡 克里斯丁的陪伴 的确给艾斯和约翰很多安慰 可没过多久 哥俩就意识到 克里斯丁成了一个甜蜜的负担 这种负担最先出现在吃上 刚接回克里斯丁时 他两个月大 每天要进食三餐 早上的第一餐是各种婴儿食品 包括新鲜牛奶 营养奶粉 婴儿营养米糊 同时还要加入儿童专用的维生素 之后是两顿正餐 每单包括七两生肉 一个生鸡蛋 为了防止缺盖 还要再加上一勺骨粉 两个月后 克里斯丁的饭量开始加大 两倍四倍 总吃一种肉还不行 还要适当调整饮食 比如偶尔准备吃兔子 平时还得尝背大骨头 当家餐 这样的精进负担 压得两个大骨仔 越来越喘不过气来 然而 和柱形上的负担相比 钱都只是小事了 到一九七零年四月 八个月大的克里斯丁 体重已飙升至一百三十斤 若是您看到这样一只大狮子 蹲在家居店里 您还能敢进店 狗物 或许是兽性隐线 克里斯丁的淘气中 开始夹带着暴躁 碰碎东西 脑坏家具 都是尝试 主动伸出爪子 露出獠牙 戏弄客人 才真心要能力 无数的客人被吓跑 克里斯丁已经成为了一颗 安全上的定时炸弹 到了这会儿 家具店是肯定待不下去了 而乌漏偏逢连夜雨 教堂那边又传来了坏消息 克里斯丁的超大体型 追求奔跑时的狂野样子 吓跑了不少做礼拜的人 他们强烈呼吁 把这只狮子请出去 牧师先生只好收回承诺 请哥俩带走克里斯丁 这下小家伙连稍微舒展 活动一下身体的地方都没有了 所有问题一起冒了出来 艾斯和约翰却一点办法也没有 两人第一次意识到 这样一只大好宠物的未来 远不是自己能承担的 不管是从自己的角度考虑 还是为他好 克里斯丁都不得不离开了 但狮子该怎么办呢 最顺理成章的地方是动物园 可然克里斯丁像他的父母一样 一辈子窝在狭小的笼子里 实在是艾斯哥俩不愿看到的 有人出主意 把克里斯丁送去野生公园 那宽敞 火石也好 但经过调查 哥俩发现 野生公园和马戏团有所勾结 动物的情况更加不堪 而就在问题 走入无解死角的困局时 家具店的两个客人 为事情带来了转机 就是这两位 比尔特拉维斯和弗吉尼亚 麦克纳 两人是当时颇有名气的一对明星夫妇 刚刚主演的一部电影 就和狮子有关 这部名为狮子与我的电影 讲的正是一只被遗弃的母狮 在动物专家的帮助下 重返非洲的故事 也正是因为这部电影 夫妻二人获得了英女王的接见 了解了克里斯丁的情况后 他们大胆提议 克里斯丁应该回到他真正属于的地方 非洲 随后 比尔热心地联络了电影中的动物专家 外号狮子之父的乔治亚当森 从32岁开始 乔治开始专注研究狮子 之后更是长年驻扎在肯尼亚国家公园 从事人工师群放归野外的试验工作 乔治很快回复 非常欢迎克里斯丁参与自己的计划 多方联系妥当后 比尔向艾斯和约翰保证 只要肯尼亚政府同意 一周之内一切就都能搞定 他还主动提出去非洲前 克里斯丁可以先住到自己在郊区的别墅 问题眼看就要解决了 艾斯和约翰却高兴不起来 从小把克里斯丁养大 哥俩很清楚 真要让他回到非洲 那就等于让他去送死 为什么这么说呢 非洲大陆生存环境极度恶劣 野生狮群之间 常常爆发残酷的地盘之争 其他动物种族的威胁 也无时不刻地存在 而克里斯丁呢 网上属四代 都生活在动物园里 捕猎功能退化的不是一星半点 它本尊更是徒有一个狮子的霸气外表 内在呢 根本就是一只 渴了去马桶找水喝 终日和垃圾桶玩在一起 没事还有撒娇 求抱抱的大猫 但此时 尽管危险重重 尽管前路莫测 非洲 已经是克里斯丁的唯一选择 带着克里斯丁离开那天 艾斯和约翰特意在家具店的玻璃窗上 贴了张条 写着 克里斯丁已经离开去乡下了 一来可以告诉顾客 狮子不在 放心进来吧 同时也是再次提醒自己 这一次是真的要分开了 由于演员夫妇反复强调 一周之内就能把克里斯丁送走 艾斯和约翰果断辞去了家具店的工作 带着克里斯丁住进了夫妇二人的别墅 为了让克里斯丁更好地适应非洲 哥俩为他制定了严格的训练计划 夹起沙包锻炼他全身的肌肉和反应能力 带他去海边 用气球训练他的奔跑能力和争强能力 同时全面调整克里斯丁的菜单 提前让他习惯进食内脏和头颅 但显然克里斯丁对即将改变的命运 还是一无所知 毫无危机感 整天想着仍是缠着哥俩做游戏 沙包气球这些精心挑选的训练道具 都成了他的玩具 密集训练的计划算是泡汤了 一周的时间转眼过去 在肯尼亚方面却一点动静也没有 又四周过去 一个坏消息传来了 回归之路尚未开始便遭遇挫折 种树生病一起袭来 更有丧命威胁若隐若现 欧洲狮子的非洲生活不容乐观 档案正在揭秘 原来乔治思养的一只叫男孩的狮子 咬死了一个小孩 引发了当地人对人工狮群的抵触 作为人工狮群的首领 男孩的这般表现 直接影响了克里斯丁的命运 为了稳定当地人的情绪 腾尼亚政府提出 将克里斯丁回归的计划暂时搁置 时间一天天过去 眼看着乔治自顾不暇 放尸归零的计划 比尔不再提起 他只是告诉艾斯和约翰 自己想要拍一部 关于克里斯丁的纪录片 而此时 除了听从比尔的安排 哥俩也确实没有别的办法 只好一一配合 1970年8月12日 克里斯丁一岁了 此时 至于他离开国王路 已经两个周月了 艾斯哥俩和比尔夫妇 在院子里 为他举办了生日派对 草坪上摆着气球 他们还专门请人 设计了生日贺卡 和一个巨大的肉馅派 上面插着蜡烛 生日歌还没有唱完 克里斯丁就迫不及待地 冲了上去 克里斯丁吃得开心 站在一旁的艾斯和约翰 却是忧心忡忡 去肯尼亚的事情 一拖再拖 现如今 克里斯丁的去留 已经不是哥俩能左右的了 作为去非洲的交换条件 两人把与克里斯丁 有关的一切权利 都让给了比尔联系的 纪录片公司 换句话说 克里斯丁已经不属于他们了 万幸的事又过了一周 肯尼亚政府终于同意 接收克里斯丁 为防事情有变 一行人打算 即日启程 1970年8月22日 克里斯丁钻进半条乡 登上了开往肯尼亚首都 内罗币的飞机 从此以后 克里斯丁就要独自面对一切 没想起他的未来 艾斯和约翰还是感到不安 而很快 克里斯丁的表现证明 这种不安完全合理 乔治驱车将他们带回了 距离内罗币 450公里的科拉保护区 路上 克里斯丁突然有些烦躁 经验老道的哥俩知道 他这是要上厕所 哥俩让乔治停车 准备打开车门 放克里斯丁下去方便 乔治担心 只要打开车门 克里斯丁有可能跑进树林 消失的无影无踪 艾斯和约翰却显得不以为然 果然 克里斯丁乖乖地跳下去方便 之后随着约翰一声口哨 重新跳回了车上 多年后 回忆起这个细节 乔治坦言 自己当时并不看好这只 世事依赖主人的宠物狮子 这张照片 是艾斯哥俩刚到非洲时 与克里斯丁和乔治的合影 看得出 哥俩的表情有些严肃 因为这会儿 两人正经历着 前所未有的一番揪心 当头一望就是 克里斯丁中暑了 刚下飞机 非洲炎热干旱的天气 就给了克里斯丁一个下马威 他搭拉着毛蓬蓬的脑袋 打不起一丝精神 而后 又像个怕晒黑的姑娘 尽可能地躲避阳光 最后竟然发起烧懒 而自打生病以后 克里斯丁更黏人了 无时不刻地 溺在艾斯哥俩身边 连晚上睡觉 都要睡在一个帐篷里 轰都轰不走 还记得在伦敦时 克里斯丁对一切 都好奇得活泼样吗 再看看现在 还没正式接触诗群呢 一个水土不服 就够他瘦了 然而 时间不等人 生存技巧 必须即刻突击 但克里斯丁的表现 却实在是弱爆了 就拿穿过 带刺的灌木丛来说 尽管克里斯丁 自己能走过去 但他只是站在那儿 等着艾斯帮他把刺拨开 哥俩是又急又气 再继续这样 克里斯丁迟早得丧命 克里斯丁的回归之路 关卡重重 第一步就是融入诗群 说白了 就是得到首领的接受 终于 克里斯丁见到了男孩 就是那头 曾经伤人的诗群首领 哪怕是隔着防护网 周围的一切 都还是让他感到陌生 害怕 对于成年狮来说 年轻的新狮子是天然危险 男孩迅速开启战斗模式 而克里斯丁明显是吓傻了 这是他第一次见到成年雄狮 尽管对方是自己的同路 克里斯丁就像是个受惊的小孩 立刻躲到了父母背后 再不敢动他 还记得在伦敦时 所有见过他的人 都表现得欣喜若狂 克里斯丁不明白 眼前这个大家伙 怎么才见面 就从自己吼了起来 今晚克里斯丁的表现 让人失望 但乔治却说 自己感受到了 他身上的野性 准备尽快安排他 与男孩在野外见面 艾斯和约翰清楚 这将是场生死之战 克里斯丁有可能会死在他们面前 但打从选择了回归 就再没有退路 克里斯丁必须为他的自由而战 即将决战的这天晚上 约翰和艾斯谁都没睡着 他们做好了最坏的心灵准备 从过去几天 男孩对克里斯丁的态度来说 这一战怕是凶多吉少 乔治特意将决战地点选在了山顶处一块空旷地 为的是降低难度避免偷袭 一旦情况不利 克里斯丁也能迅速逃跑 不过一旦逃跑 也就意味着他默认成为男孩的手下败将 将会永远被驱逐 艾斯哥俩知道自己不能永远像父母一样站出来替克里斯丁铺头 他们远远地站到了一边 男孩逐渐靠近克里斯丁 发出了嘀嘀的吼叫 或许是从主人的眼神中意识到 他必须独立面对这场战斗 又或许是被逼到了绝境的终极爆发 这次克里斯丁没有逃避 而是第一次发出了他稚嫩却坚定的吼叫 在旁边观察的乔治隔了很久才说 男孩算是接受了克里斯丁 这一刻既欣慰又伤感 欣慰的是 克里斯丁终于成功融入了诗群 迈出了回归的第一步 而伤感的是 这意味着艾斯哥俩是时候离开了 克里斯丁剩下的路只有乔治能陪他走完 离开那天 艾斯和约翰下了狠心 没有和克里斯丁去道别 只是远远地看着他 然后静止坐进返程的卡车 直奔机场 一路上他们谁也不敢回头 留下了克里斯丁渴望的眼神 和一片尘土飞扬 事隔三个月重回国王路 一切都不可同日而言 早就有人做出了更拿风 更出位的事 艾斯和约翰从街头向为讨论的对象 变成了被人遗忘的诗意青年 看到两人既没工作也没住处 下去见老板欢迎两人重新回来工作 一切都还适合离开时一样 只是桌子下 台阶上 角落里都再不见克里斯丁的身影 再不会有谁突然冒出来吓唬他们 然后再开心地拥抱在一起 有的最多只有几根狮子毛而已 曾经艾斯和约翰都以为克里斯丁 不过是一只他们负担不起的宠物 而直到分别 直到时间的推移 因为减轻他们失去和思念的痛苦 两人才真正意识到 原来克里斯丁在他们的生命里 早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宠物那么简单 那些快乐的记忆是谁也代替不了 现如今 往日的乐园却成了伤心地 艾斯和约翰想来想去 还是离开了家具店 失落的时光里 唯一能带给他们欣慰的 就是乔治的来信 离开非洲前 艾斯和约翰一再拜托乔治 要寄信给他们 更新克里斯丁的情况 1971年1月底 回到伦敦近三个月后 艾斯哥俩第一次收到了乔治的信 我们经过多方的联系 拿到了当时的信件 一起来看一下 上面这样写道 男孩和克里斯丁 现在成了好朋友 经常一起嬉闹 练习吼叫 而更令哥俩兴奋地在这里 克里斯丁还和母狮子接触了 似乎还很亲密 如此看来 克里斯丁在非洲 不仅交到了朋友 还即将迈出成人的第二步 交了个女朋友 后来在陆续寄到的信中 哥俩得知 乔治物色两只合适的母狮子 狮群初见规模 男孩是绝对的领头人 克里斯丁紧随其后 再加上两头母狮子 经理人工狮群 似乎就要成功了 听说他过得不错 艾斯和约翰很开心 但也很思念他 两人酝酿着回去看看 可就在打点行囊之时 一九七一年六云 一个晴天霹雳传来 尸群的首领 男孩死了 而杀死他的人 正是他的狮子爸爸 乔治 运运多船 小狮子再次遭遇晴天霹雳 乔治立刻意识到 大事不好 危机关头 又是什么让救助人 不顾危险重返非洲 档案正在揭秘 就在科拉保护区的战户外 乔治开枪打死了男孩 这听起来实在有些不可思议 男孩是乔治一手带大的 是他所有心血的集合 他怎么会亲手杀掉男孩 事实上 非洲大陆生存环境相当艰难 作为领地意识极强的动物 不同族群的雄性狮子之间 隔三差五就会为争夺地盘 大打出手 拼个你死我活 作为头领 男孩总要和野生狮子做搏度 尽管克里斯丁也在 但由于尚未成年 所有的战斗都只能由男孩自己完成 男孩就像是大哥一般 罩着这个欧洲来的小弟弟 而一次搏斗失败后 男孩的性格大变 他开始独来独往 不再理睬克里斯丁 甚至还玩起了失踪 让我们来模拟一下当时的情景 六月六日 乔治正在帐篷里和助手商量着保护区的工作 一声凄惨哭叫声传来 乔治立刻意识得大势不好 他戴上枪迅速冲出帐篷 眼前的一幕顿时令他撕心裂肺 消失了几天的男孩回来了 口中正死死地咬着一位 伺养员的脖子 而这已经不是男孩第一次伤人了 他无法想象即将面临的一切 更无法割舍与男孩之间的情感 但万万无奈之下 乔治只能举起枪 打死了男孩 乔治的狮子又咬死人了 这给保护区和乔治的大计划带来很大影响 当地爆发了规模不小的游行 号召政府把他们轰出去 保护区内一片混乱 艾斯和约翰的欣喜又一次变成了担忧 男孩死了 乔治又面临扫地出门 那他们的克里斯丁呢 他在哪里是否安全 紧接着又一封乔治的信寄到了 上面写道 男孩死后 克里斯丁成了狮群中唯一的雄狮 他必须接替男孩成为首领 不管情况多么惨烈 等待他的都是孤军奋战 克里斯丁的脸上写满了疲倦与无奈 尽管一直战斗 但领地还是渐渐失守 而那些领地都是男孩用生命换来的 除了生存环境艰难 心理上的孤独恐怕更难以忍受 对于克里斯丁来说 男孩是他的第一个狮子朋友 是他的大哥 也是他的启蒙老师 教他捕猎 教他吼叫 一起玩耍 一起作战 不管出现什么问题 克里斯丁知道 男孩都会在他身边帮他解决 克里斯丁早就习惯了这样的生活 而如今伙伴没了 他走到哪儿都是一个人 这个孤独的首领 总是独自在男孩的墓旁待着 一待就是几个小时 谁都看得出来 他是真的很寂寞 很痛苦 信还没看完 艾斯和约翰就已经集成了热锅上的蚂蚁 他们知道 男孩一直是人工狮子 回归野外的典型案例 如果连他都无法承受野外的残酷生活 情绪失控 发疯咬人的话 克里斯丁 这个适应能力更低 捕猎技巧更差的家伙 恐怕更是凶多吉少 讲到这儿 艾斯和约翰不禁心酸自责起来 这条路是自己及克里斯丁选的 从没有人问过他的意思 而今若真是因此丧命 自己难辞其咎 事到如今 他们必须回去看看 于是再一次 两人踏上了前往非洲的路 再次回到克拉保护区 周围的一切依然很熟悉 乔治告诉他们 克里斯丁已经几天没有回来过了 或许是冥冥之中的心有灵犀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当两人再次来到男孩和克里斯丁第一次战斗的山上时 一只狮子的身影若隐若现 兄弟俩立刻认出了那就是克里斯丁 克里斯丁显然也看到了他们 但他也没有动态 只是直勾勾的盯着艾斯和约翰 那神情像是在思考 在回忆 终于克里斯丁有了反应 他慢慢走过来 突然开始加速 然后以一个久违的方式 迎接了艾斯和约翰 拥抱 一切像是回到了一年前 克里斯丁没有忘记曾经的主人 甚至记得他们最爱的就是和自己拥抱 而更让哥俩没想到的是 克里斯丁后面还跟着两只母狮子 尽管从未见过艾斯和约翰 这两只母狮子竟也追着头领的脚步 主动和他们亲近起来 想必克里斯丁的首领地位是稳固了不少 自从男孩死后 克里斯丁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开心过了 对艾斯和约翰来说 看到克里斯丁一切都好 悬着的心总算落地了 又过了一年 极度思念克里斯丁的哥俩 再次回到保护区 此时的克里斯丁已经长出了厚厚的鬃毛 早已不再是那个家居店里 缠着他们做游戏 连吃饭睡觉都要人照顾的大猫 而是成为了一只真正傲视群雄的狮子王 和第一次再会时的激动不同 这次克里斯丁看上去更加冷静沉稳 毛头小子的青涩感已经褪去 一个受群领袖的王者风范逐渐显现 可 艾斯哥俩待了一会之后 克里斯丁便静止离开 处理自己的内部事物去了 晚上 为了保护领地和其他狮子 他也没有回来 只是在第二天白天时短暂地露了个面 听乔治说 受到野生狮子的挑战 克里斯丁不得不带着其他狮子 往更远的地方迁徙 又一年后 再没人见过克里斯丁 至于克里斯丁去了哪里 乔治也不清楚 或许他和狮群 已经在克莱保护区之外的地方 开始了新的生活 又或许 在野外残酷的战斗中 克里斯丁 已经死在野生狮群的 利爪与獠牙下 但即便如此 对他来说 仍然是一个好的结局 因为这一生作为一只狮王 他真正的活过 如此看来 克里斯丁当真是无比幸运了 在这些曾经的同类中 只有他获得了自由 重新驰骋在旺貌的森林中 没人想过 一只祖上四代都生活在 动物园的欧洲狮子 竟能重回非洲大陆 找回真正的自己 这段长达三年的回归之路 充满艰辛与坦坷 多少次 克里斯丁都可能丧命 经历了撕心裂肺般的生与死 痛苦与寂寞后 克里斯丁终于从那个 逝世躲在主人背后的大号宠物 蜕变成了真正的诗群首领 也许遇到艾斯和约翰 算不上是一个靠谱的开头 但在彼此最美好的年华中 他们一同成长着 思念着 并深深地爱着彼此 这一切都注定了 克里斯丁精彩的一生 2008年 哥俩和克里斯丁那段 爱得抱抱的视频 意外在网上火了起来 时光荏苒 尽管已经过去三十余载 那个拥抱 仍在网络上不断地传递着 成为爱与责任 最好的代名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